這是川耳 這邊是有杏鮑菇 西洋芹 紅蘿蔔跟玉米 主菜糖醋豆包 做冬粉泡菜 五道料理全蔬食 這個廚師是我們從素食大餐廳 他有三十幾年的經驗 他來做主食 做這些愛心便當 所以義工也希望說 能夠盡一喜之力 幫助到大眾 兩百人份的量 使一位義工媽媽 拉成一條龍作業 中午前趁著裝住菜盒 又稱放生便當 最積極面還是推廣素食 人人都素食 就不需要放生了 這個眾生也不用擔心害怕 受到捕殺 宰殺 每一個餐盒 只要少一塊雞肉 他就是放生了 少人這樣你說 我們就大家來推一把吧 這就是慾佛法師的花的願力 暖心便當免費零去 幫助林里若氏 有這個機會跟持續的團隊 大家一起來推動 更為深度的去關懷 我們社區的孤老以及弱勢 這個出事是一件好事 因為現在真的是 我們的污染也非常嚴重 尤其是在這個防疫期間 對我們社區裡的長者 身體健康非常的好 五月來跨過佛誕節 連續四周佛教大愛 深入社區角落 天堂到六月 這麼早 沒關係 大家都多補助 都很好 謝謝 大家很厲害 因為我們實際的菩薩 本來的開始 我們是要說 差不多四周佬 他這次的疫情 老人共產現在沒有 這樣我們就繼續再做 來響應這個上人 來關心 特別關心我們一些弱勢 我們透過盧樹 來讓這個世界更加的平安 讓眾生更能夠歡喜 40分 攝像我給你看 看了就洗完 一年又一年的御佛姻緣 串起這股慈悲的力量 更貼近流入的你我之間 大愛新聞臺北綜合報導